這是蟲跟鯉 這是比較強的還原劑 這是蟲跟蟲 這是比較弱的還原劑 昨天遇到的是硫酸 今天遇到的是什麼酸 蕭酸 蕭酸 蕭酸一樣有分成蕭的跟蟲 濃的蕭酸 這是打開之後有沒有加水 沒有 第二是濃蕭酸很濃 18M4 硫酸 硫酸 打開之後把手放到濃蕭酸裡面起來 是骨頭 手不會骨頭 手會臉掉 你把它扣在專家心的臉上 專家心的臉上 專家心的臉上 好可憐 又來變漂亮 又來變漂亮還不知道 來 來 蕭跟鯉跟濃蕭酸做藥 它會產生 MO2 這也是產生 MO2 然後注意喔 蕭跟鯉 它跟濃蕭酸都是產生MO2 不是氫氣喔 都是MO2喔 所以它是酸喔 它跟蕭酸 你還記得嗎 蕭酸是不是產生氫氣 蕭酸 蕭酸 雖然它是C的 但是它氧化力反而比較大 它的氧化電位 我們測出來 它的氧化力 氧化力呢 比較大 所以說呢 它會把它還原的更 會把它氧化之後 它本身會被還原的更 更徹底 所以說它會變成MH4症 它會從MO3- 會變成MH4症 好 MO3- 會先變成MH4症 它的氧化力會從 正5變成到 負3 它會減少8 好 先寫一下 然後呢 遇到孔跟孔的話 它會從 MO3- 正5 變成 MO MO4- 正2 它會減少3 也就是說 鑫 遇到C硝酸 它會產生MH4症 鑫 遇到 濃硝酸 它會產生MO2 同 遇到濃硝酸 產生MO2 遇到C硝酸 產生MO 這要廢下來 這要廢下來 你要解釋了嗎 好 那這裡老師寫三個方程是 鑫 加上硝酸 它會變成硝酸鑫 加上 MH4 MO3 再加上 H2O 好 再來是銅 加上硝酸 它會變成 CU刮酵 MO3刮酵2 加上 MO2 加上 H2O 第三個是銅 加上硝酸 它會變成 CU刮酵 MO3刮酵2 加上 MO 再加上 H2O 好 題目會這樣寫給你 請問一下 上面這個是 C硝酸還是 濃硝酸 第一個式子 是C還是濃 C 為什麼 它產生 MH4症 所以這個是C什麼 C硝酸 那這個是C硝酸還是龍硝酸 龍硝酸 龍硝酸 因為它產生 MO2 所以這個是 龍 這題目不會給你喔 你要自己判定喔 那這個是什麼硝酸 銅加C還是龍 它是產生MO 所以這是什麼硝酸 C硝酸 好 好 那這三個方程式 我要你背的方程式不多 但這三個方程式 我希望你背下來 背下來之後 對你後面 解題會有很大的幫助性 好 這三個方程式 你稍微記一下 這個是4 這是10 這是1 這是4 這是3 這是8 這個方程式記得起來嗎 屬性一起三八 方程式 蛤? 四十 他就是三八 四十 一起 三八 方程式 這樣進行好嗎 齁 對不對 你就看著隔壁來出現 一起三八方程式 這樣進行好嗎 好 要借起來吧 四十一四三八方程式 那為什麼我們寫四十一四三八答案就出來了 來先聽一下 四十一四三八方程式 四十 這有幾個心 四個心 四個心 所以這裡就跟著寫 四個心 這裡有幾個蛋了 用不掉幾個蛋 幾四個 二四個 八個 八個 十個蛋 用不掉幾個蛋 十個蛋 這裡有十個蛋 嘛 是不是用不掉八個蛋了 剩下兩個 兩個這裡 一個這裡一個 是不是剛好 兩個 所以這裡是不是一 一 那這裡有幾個心 十個心 剩下四個心 六個 所以這裡是三 這樣說不出來了 那一四 一是 來一 那這裡呢 這裡有幾個蛋 這裡是有四個蛋 四個蛋 所以說這裡有幾個蛋 這裡叫兩個蛋 這裡是兩個 水 然後呢 三八 這裡就寫三 三呢 這裡是有八個蛋 扣掉幾個蛋 六個 六個 還有 兩個 這裡是四個水 這樣就懂了嗎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前面出來後面是不是分的出來了 所以這個口訣背一下好嗎 來 這是什麼方式 來 辛加西硝酸 這叫什麼方式 四十 四十 洪加濃硝酸 一 四 洪加西硝酸 三八 這樣聽懂嗎 出現一級三八方成四 這樣聽懂嗎 好 好 記一下 四十 一四三八方成四 最主要的是在這邊 來討論一下 硝酸 當 在這裡面 硝酸當氧化劑的占多三 多少 占了多少 你覺得呢 有總共有幾個硝酸 跟我講 先聽一下 等一下會給你時間上 你先聽一下 這有幾個硝酸 十個 十個 吃個蛋是不是就正五 只有幾個有變 這個有沒有變 沒有 沒有 這個有沒有變 沒有 只有這個有變 這是不是正五 只有這個是變負三 十個蛋裡面 是不是只有幾個蛋有變 一個 是不是只有一個 從正五變負三 所以它佔了多少 四十分之一 這樣聽懂嗎 那這個呢 硝酸當氧化劑的佔多少 全部有幾個蛋 幾個硝酸 四個 有幾個變 是不是只有這兩個變而已 所以佔多少 四分之二就是二分之一 好 那第三個 硝酸當氧化劑的佔多少 全部有幾個蛋 八個硝酸 八個硝酸 是不是只有兩個有變 所以佔了多少 四分之一 這樣是不是就很容易判定了 所以說這個方程式 高中你要背的方程式不多 但這三個你心裡背下來 解題速度一定會比較快 這樣懂了嗎 好 戒起來吧 看一下你隔壁就知道 每一個方程式 出現1738方程式 這樣就懂了嗎 好 有些東西要你背的東西 我會 我會找些口訣給你背 像這家 四十一十三八 那澳洲號還叫做 安養伯老農農 佔養伯老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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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一眾行眷 全部站排 大哥 佔淨帝 好 各位呢 你可以先翻一下獎益 好嗎 翻一下獎益的地 來 像這個會的話 請你先翻一下獎益的地 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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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o 找到了嗎? 找到了嗎? 可以嗎? 191頁 酵酸的199頁 第四題 同跟C酵酸作用 同加C酵酸會變C挖5MO3挖52加MO加H2 聽聽看 這應該是什麼方程式 是不是38方程式 你先寫一下 答案是38多少 3 8 再來呢 3 然後看到還有幾個蛋 兩個對不對? 是不是? 3832 2會不會判定? 會吧? 因為這裡有8個蛋啊 這裡用掉6個 是不是還要剩下2個? 對不對? 這裡有4個金 所以這裡就要4個水 所以是38324 好 那第一個 那我要問一下 從方程式來看 我溶解1MO的酵酸 如果說你這個會的話 你這樣子解題會比較快 你溶解1MO的酵 不需要幾MO的酵酸 3分之 3分之 是3分之8 是3分之8 好 那當氧化基的戰 只有戰多少? 3分之1 2分之1嗎? 2分之1嗎? 2分之1 當氧化基的是不是戰? 4分之1 所以3分之8再乘以 4分之1等於 3分之2 3分之2 這樣聽得懂要講什麼 好 再來第三個 若說要產生1MO的MO 這裡要1MO 那要消算幾MO? 4MO 4比1 8比2是不是4比1嗎? 1 好 就這樣子而已 你 我會建立你 如果說不會 不是38的話 等一下我要教你一個方程式的平武法 但是呢 就我解題的經驗來講 齁 就我解題的 奧士琪的經驗來講 嘿 那如果說是離子方程式 我就會借利用養化原法 分子方程式就用左右 左右換塔吧 像這個我戒指就用左右換塔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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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兄 師兄 啊 再來 4-1 4-1 來 同加什麼硝酸 龍硝酸 那這是什麼方程式 1-4 好 寫一下 下面 下面 第4-1 1-4方程式 來1-4多少 1-2 1-2 1-2 2 2 好 所以說老師問一下 我要產生1MO的MO2 要請莫的硝酸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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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加上什麼 硝酸 它是會變成硝酸心加上硫化氨加上水 這叫什麼方程式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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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4-4 5-4 5-5 5 6 就是一個性的 因為它是產生的摩托 它性是不是也是正二降 是完全一模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後面有看到 我們問的好 後面有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有沒有 有嗎 所以這是細來自濃的 所以這是四十方程式 可以嗎 四十 四十方程式 來 老師問一下 被還原的硝酸 也就是說它是四十四一三 真的當氧化器 就是被還原 氧化器是被還原的 被還原的硝酸是在 十分之一 答案就是豬 這樣這一題 懂了嗎 可以嗎 好 來 那你現在幫我看一下第四題 三個硝酮加八個硝酮 會變成三個西物化 我沒有三加兩個MO加四個水 好 第一個銅的氧化素有沒有增加 銅油多少變多少 寫一下 零變正 二 氧化 本身氧化是什麼劑 還原劑 還原劑 其實我跟各位講一下 所有的金屬 金屬會不會被還原 金屬都是當什麼劑居多 這是還原劑 因為金屬它最低是零 對不對 它不會有負責啊 對不對 所以基礎是往上增加而已 這是當好原劑 好 轉移的電子 總墨是有幾個 來 我先問一下齁 來 首先 銅 銅是零價變幾價 是變正二價 來 零價變正二價 增加幾個 兩個有幾個銅 三二得 三二得 六 是有六的銅 那硝酸從正五變多少 正五變正 二 正五變正二減少 三 可是只有幾個蛋有作用 兩個三二得 六 所以轉移的總墨數是幾個 聽得懂嗎 銅是不是從零價變正二價 是不是零價變正二價 是不是失去兩個電子 失去兩個電子 然後三末 三勒得 六 但由正五價變正二價 是不是得到三個電子 三個電子 但是只有兩個MO2 三乘以二也是 六 那得到跟失去是不是六個電子 雅化環原本來就是得 失 有得必有 失 絕對不可能只有得或失而已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說呢 老師一下 得也是六個 失也是六個 所以整個系統裡面 其實就是幾個電子在動 六 就是六末的電子在動 這樣聽得懂老 這一次了吧 這樣 懂了嗎 再加一次 它的銅 先寫一下 銅是不是變成銅二正 它是不是增加兩個 是增加兩個 然後呢 這裡是三個銅 變成三個吸烏症 所以乘以三 所以它會總共是增加六個 然後呢 HMO3的M 這裡是正五 變成兩倍的MO2 這裡是MO 抱歉 MO這裡是正極 正二 正五是變正二 正五變正二 減少極 三 可是有幾個蛋 這裡 老師問一下 八個蛋都在作用嗎 沒有 是不是有這兩個蛋在作用而已 所以乘以二 是減少六 那減少六的意思代表什麼意思 加六減六 就是代表得失 是不是都是六個電子 所以它的幾個電子 整個系統有幾個電子在轉移 六 這樣聽懂了嗎 好 那如果有的話 差一點兩個 好再來第三個 來蛋的氧化素減少 等一下 蛋的氧化素減少 所以蛋是什麼氣 氧化氣 第七有沒有錯 沒有 那第四個 當氧化氣的指佔多少 是指佔四分之一而已 這樣聽懂了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六末 一個嘛 如果說是一個原子的話 是不是就是一個 啊 一末的原子就是 一末的電子就是六末 這樣聽懂了嗎 六的意思就是代表 這六個 這代表一個 一個 同原子 如果說一末的話 這就變成三末 等一下聽懂嗎 噢 他不是講末耳數嗎 總末耳數嗎 總末耳數就是六末啊 個就是個嘛 因為這反應是 一定是用末耳來轉的啊 也就是說我們的方程式 這樣講 是這樣怎麼講 這高一不是講過嗎 一個銅加四個硝酸 你用AMU的話 就是一個銅加四個硝酸 那就是一末的銅加四末的硝酸 啊 蛤 他沒有說什麼 嗯 實驗就有幾末 啊他問你轉移的總末耳數 只有這個方程式裡面 這樣子轉移的末耳數 就代表說這樣子反應的話 轉移的末耳數是多少啊 對啊 好 來再來 第八題 第五題 來 1M的硝酸 A生 高跟B克的頭 完全反應 ABC之間的關係 看起來好像很複雜齁 然後順便一下 1M的硝酸是龍還是C 7 7 7 龍的是幾M 16M 所以是上面還是下面 7 所以下面這個方程式 那這裡是1M的硝酸 幾升 A生 A生 對不對 跟 多少 B克的什麼 是B克的頭 他第一除以7 就是他那個什麼數 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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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A 要等於多少比多少 要等於3B8 對 對不對 好 3B8 好 那3A 就會等於C除以8B 對不對 所以3AC就會等於什麼 8B 8B 有沒有這個答案 有 有沒有 有 答案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樣懂了嗎 所以我還是心裡先把這個方程式 可以的話把它記下來 你會發現記下來是在解決題目 速度會快很多 你要背的方程式其實不多 我要你 整個高3 我要你背的方程式不會超過10個 但是呢 這10個你背下來之後 原則上解決速度可以增加10倍左右 速度可以增加10倍左右 好 來 OK 好 來繼續囉 蕭酸解決囉 再來換下一個 還有喔 還有7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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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個 好 我們現在講了幾個了 來 第一個是過敏酸 MMO四負 過敏酸夾 還有硫酸 還有蕭酸 對不對 好 再來呢 第四個 來第四個 好 第四個呢 解一下 這東西這叫二個什麼 鑽根 什麼色 綠色 綠色 這個從正六 變正極 正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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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件之內 三件之內要跟我一下好不好 來 副三乘以二 是不是六 對 好 再來呢第五個 來 S2 這叫什麼東西 S2 就是 浮 綠 秀 連 好 它會變誰 它會變成 S負 兩倍的S負 這會從0變多少 是0變負一 就是 5會變F負 綠會變CLO負 C會變BR負 碟會變I負 它會從0變負一 它會減少 1一次變化 2個 2個 減少2 好 第六個 好 第六個 來 CLO負 這叫什麼根 綠羊根 羊綠根 羊綠根 對 我聽到名字囉 赤 綠 綠根 有沒有意思 CLO三次叫綠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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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吐叫 雅 綠酸根 CLO副叫 赤 綠酸根 這就是挑白髓 拉 就挑白髓 好 赤綠酸根 會變什麼東西 它會從正一架變 7L負 會從正一架變負一架 它會減少多少 2 好 第七點 各要兩個各 這樣 好 再來 第七點 好 第七點呢 稍微特別注意一下 這一個呢 歐三 歐三呢 它是比較強的氧化劑 所以它可以做消毒藥 它可以用來消毒 自來水 但是我們台灣裡面用歐三消毒 我們台灣是用哪一個消毒 我們台灣是用赤綠酸根 我們台灣是用赤綠酸根 啊 國外呢 日本呢 所以日本的水 沒有什麼漂白水的味道 它可以生喝 台灣的水沒有辦法 它會有漂白水的味道 它又要滾 好 歐三它要變什麼東西 歐三要變什麼 歐二 加上歐二 所以說實際喔 這個歐三 不是三個氧豆變化 只有幾個氧豆變化 一個 一個 然後它會變成 那其中呢 它會從0變多少 歐二 歐二 所以它的氧化素變化量是多少 歐二 歐二 它的氧化素變化是歐二 這樣聽得懂我解釋了吧 歐 它不是所有的 那你不用稱以三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只有一個氧的作用 它另外兩個氧素沒有難辨 好 再來 第八個 第八個這一個比較特殊 這個應該有看過這個東西 這叫MNO2 二氧化 二氧化萌 來這個我要特別介紹它一下 因為學者也會考 這個東西呢 我問一下 它在高中化學裡面 擔任過三個角色 三個角色 第一個 催化劑 好 第一個是催化劑 好 那催化劑呢 它在什麼反應擔任催化劑 雙氧水 雙氧水製造 氧氣 好 請問一下製造氧氣的方法 有哪兩種 雙氧 雙氧水製造 氧氣 如果說你每次都給我回答說製造氧氣的方法 雙氧水製造氧氣 那大概是國中程度 代表你完全沒有進步 我維持了 那高中的話你不要講雙氧水製造氧氣 你要講綠酸檢來製造氧氣 好 就是 S2O2 你用二氧化膜 這個東西叫自身 什麼 氧化 就是自身氧化含原 它本身氧化素 MMO2呢 並沒有改變 它是自身 是不是氧化含原 可是高中 我會建議高中最好被這個 KCLO3 用二氧化膜 當催化劑 受熱 它會產生KCL 加上三分之三的O2 二分之三O2 它都是當催化劑 你要先懂嗎 好 第二個 二氧化膜 還有在當過什麼劑 高中換你裡面 氧化劑 叫做 對 去極劑 對 它是去除它的極化現象 去除呢 電池的極化現象 好 什麼叫做極化現象 應該有跟各位講過吧 就是 來 我問一下 電池裡面 氫殼是會逐漸的變薄 然後呢 那酸性乾電池 它為什麼叫酸性 因為它裡面是不是 電解質是不是酸的 酸跑到陰極就是 碳磅那邊 陰極是不是叫碳磅 又叫正極嘛 碳磅那邊 那酸到那邊是會產生氫氣 氫氣 氫氣的話 來老師問一下 乾電池是乾的嗎 是 是乾的嗎 不是 它一定是什麼物 無狀物 絕對不會是乾的 對不對 上次跟你講過嘛 乾哥哥一定是乾的嗎 不會是嗎 對不對 乾妹妹一定是乾的嗎 是 對不對 乾哥哥一般來講都 所以說 男生說到這裡做乾妹妹 事實上他真的實講 這裡做乾妹妹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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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知道嗎 好 OK 可以問一下那個亮亮看看 好 可以 奶奶有乾哥哥嗎 對不對 他有親哥哥沒有乾哥 好 來 好 來 我問一下囉 那現在呢 真無狀物 好 這是一根碳棒 可以嗎 來 這是一根碳棒 可以 可以看到它嗎 看到它嗎 好 這是一根碳棒 然後呢 清在旁邊 是不是就會被 就是把它隔開 所以說要把什麼拿掉 清拿掉 它才能夠接觸到碳棒 對不對 這樣才會導電 好 來 那所以說呢 它是氫氣 加上二氧化紅 好 它會產生什麼東西呢 它會讓它變成 水 然後呢 這會變成 MMO3 也就是說 這裡會從0架變正幾架 0架變 正1架 這裡會從正4架變正 3架 你這樣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可以嗎 好 那我說一下囉 0架變正1架 正1架變正3架 一個是不是氧化一個還原 它就可以把 那個電極旁邊的什麼東西拿掉 清氣拿掉 所以就去除什麼現象 極化現象 叫什麼劑 去極劑 好 再來第三個 它也 但是呢 它除了當去極劑之外 它本身也可以 它本身也是一種什麼劑 氧化劑 它本身也是一種氧化劑 它在去除的現象的時候 它本身也是一種氧化劑 所以 二氧化膜 它又名叫去極劑 又名叫 它又是一種氧化劑 好再來第三個 氧化劑 它本身也可以當氧化劑 氧化劑呢 來 像自備什麼東西呢 像自備氯氣 自備氯氣 它就是 來它是這樣子 四個HCl加上MMO2 它加上 四個HCl加MMO2 它會產生氯氣 加上MMO2 再加上兩倍的 加上MMO2 加上兩倍的水 它方成是這樣子 它的氧呢 會從-1駕變0駕 這會從正式駕變正二駕 所以它是本身被還原 它是什麼劑 氧化劑 這個要加的 這個要加的 這是氧氣的支配 這也是高中常見的一個實驗 氧氣我們沒有讓你做 因為有毒 但是我可以教你直接 那個在廁所怎麼做氧氣的方式 那你做完之後就不要吻 就叫你厲害吻 這樣 原來有很多的 我可以吃 我不會吃 你不會吃 我可以吃打 脫鉤 要吃多餘魚糖 很脫 我會吃 我會吃 就有自己的 我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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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吃 我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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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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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看看我們伴奏會盡情點 對 每人都會介紹給我們同學 好 好 好 漂亮 好 好 褲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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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東西 這個叫雙氧水 又念過氧化 請 最後一個了 所以氧化系的最後一個 還有翻訓器 這是負一 好 負一呢 注意喔 這個為什麼我要最後講 雙氧水這個最後講 這是負一 因為它是負一 它又可以當 它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 它可以當氧化系也可以當翻訓器 所以說呢 它今天呢 它要是遇到 它是遇到 KMMO4 這KMMO4呢 這是強的 什麼劑 這是很強的氧化劑 這時候雙氧水就會當什麼劑了 雙氧水呢 它就會當 還原劑了 所以說呢 它就會被氧化變成什麼東西 變成O2 那注意喔 它反而是負一會變多少 負一次會變成零 負一變成零 增加多少 一 一次變化兩個 所以說它會增加一 一次變化兩個 這樣變成好這一次了吧 為什麼我一直在中瓜五 後面這個要寫 因為後面的章節叫做氧化還原計算 它就是用 德斯的氧化數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知道後面那個數字是多少 這樣懂了嗎 好 如果說呢 我今天呢 我遇到的不是KMMO4 我遇到的是誰 我遇到的是K什麼 I K I 是什麼劑 K I 是還原劑 因為這個I已經是負一 有沒有辦法再被還原 有沒有辦法再被還原 不行 是不是能夠被氧化 所以它是還原劑 那這時候 H2O2就當什麼劑了 它會當 氧化劑 所以說這時候它會變誰 H2O 兩倍的H2O 這一次會變負二 好 注意 負一變負二 減少劑 負一變負二減少 一一次變化幾個 看前面 這一次有兩個 對不對 所以說呢 老師這邊要寫一句話 為什麼這個雙氧水 我要特別的講呢 也就是說 雙氧水呢 它可當氧化劑或什麼劑 它可以當氧化劑或 還原劑 雙氧水它可以當氧化劑 也可以當什麼劑 還原劑 但 不論呢 是當氧化劑還是還原劑呢 它的氧化數的 變化都是多少 不是加二就是什麼 減二 氧化之後變化呢 均為二 不是加二就是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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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二是換原劑啊 K二是換原劑啊 K二只能夠被 A1有沒有打到最低 A1有沒有打到最低 不然看誰 我們一般氧化劑不會看EA 不會看2A 是不是 好 這是氧化劑的部分 再來換眼鏡 再來換眼鏡 這個要配合 來 第一個 鐵 二正會變成 鐵二正是什麼色 黃 藏色 好 所以說它會增加急 增加一 好 第二個 再來是 錫二症很容易編急症 四正它會增加 2 增加2 好 再來呢 第三個 來 第三個呢 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東西要怎麼唸 這唸 這是草 什麼 草酸根 又叫比二酸 草酸根 好 它會變什麼東西 它會變兩倍的二氧化碳 正三會變正四 它會增加一 一次變化幾個 碳前面 這裡有幾個碳 兩個碳乘以二 這樣懂了嗎 好 第四個 第四個 好 來 酵 稍微記一下 酵比較特殊 酵一般來講這個H2S的酵 它會被氧化 會不會一次氧化到正六降 不會 它會先變幾降 它會變S 0降會增加2 H2S會變S 會增加2 先聽一下 H2S會變S 所以增加2 再來呢 再來是S呢 會在被氧化變成誰 SO2 就是從0降變到幾降 正四降會增加4 再來呢 SO2也好 SO2是正四 SO32負 這也是正極 正四 HSO3負 這也是正極 這些是不是都正四 正四正四 對不對 正四降的全部都會變成正幾降 正六 它會增加2 這樣可以懂嗎 所以有的變化是0降 負二降變幾降 0降 0降會變正 正四降 正四降會變正 被氧化之後變正六降 這樣可以懂嗎 好 這三個 記憶一下 這三個特別 這三個要記憶一下 這三個不管哪一個流都是正幾降的 這不管哪一個流都是正式 好 再來第五個 第五個來MO2負會變多少 會變MO3負 好 這是正三降 會變正五降 它會增加2 好 最後一個最麻煩 這個叫什麼根 牛帶 牛酸根 這正幾 是不是正二 兩個是不一樣的 平均值是不是正二 平均是不是正二 然後呢 它遇到 注意喔 遇到綠 繡 還有呢 比較弱的 氧化劑 它會變成 遇到綠跟繡 跟比較弱的氧化劑 它會產生 SO4 二負 它會正六 會正四 正二 會變正 六 它會增加多少 增加四 一次變化幾個 有兩個流 是一次變化兩個 那最下面呢 這個最特別 它遇到點的時候 流帶 流酸根 這個要特別注意 這個是最常考 好 它遇到點 特別是點 它不會產生 SO2負 它會變四流 黃酸根 這要背一下 這有背負 四流 黃酸根 SO6負 平均是2.5 這是2.5 那 它會從正二 變正2.5 增加多少 0.5 一次有幾個流 在變化 看前面 是不是兩個流 這樣是不是增加一 這樣聽懂了嗎 好 OK 這是還原器 不要爽 這樣 好啦 產路都已經被緩了 飛起來了 沒有 我等一下跟你講看它怎麼用 下禮拜第一 我記住了 你們那個活動結束各位 全部都回到教室啦 我要自己帶出去 帶出去 帶出去 帶去讀書啦 我以為要出去玩 很快 你們畢業之後很快的 你出發生的 爭執 你偷拍 我會暗記 都已經帶小孩 學生 很快 紀念 請盡量不要在大學結婚,大學結婚的時候你受不到紅包 只會有請來吃東西這樣子 來,例如說,來我們現在聽一下齁,來我舉個例子給各位看一下齁 好,方程示範就是這樣寫 右邊就要你自己寫了 MMO4-加C2O4-加H症會變什麼? 所以說,我還跟妳講,殘物妳不知道,妳一方程示範會幫我平衡? 妳連東西都不知道妳怎麼拼它呢? 來,請問一下,第一個,來,現在開菜請妳翻一下 來,MMO4-在酸中會變什麼? MMO4- 再來呢,C2O4-會變什麼? 是變CO2 C2O4-是變CO2 對不對? 好,先寫到這邊,因為妳是不是先把殘物寫出來 好,我們要開始,來,我現在教妳聽你們喔 聽懂嗎? 好,第一件事情 先寫出 好,現在要學的是化學平衡 第一個 先寫出什麼東西呢? 先寫出 氧化還原的產物 我們先把產物寫出來 先寫出氧化還原的產物 並標出它的氧化數的變化 好,先寫出氧化還原的產物 並標出氧化數 極其變化 好,這是第一件事情 好,先寫出氧化還原的產物 並標出它的氧化數 極其變化 好,我先問第一個問題 來,這個氧化數多少 跟我講一下 正7 正7 正7,很好 這個呢? 正3 正3 這個呢? 正2 正2 這個呢? 正4 正4 好,來注意 增加的血 不要寫在同邊 增加的血一邊 減少的血一邊 好,來 正7變正2 減少幾? 減少5 正3變正4 增加多少? 1 一次變化幾個? 1 2 這是兩個 以前面為標準 這樣現得好嗎? 以前面為標準 可以嗎? 好 那以前面為標準的話呢 第二個 第二個 來 得失的氧化數 增減的氧化數的總和應該要 增減的氧化數的總和要 相同 增減的氧化數的總和要相同 好,來 以這個例子來講 這裡減幾? 減5 上面加2 有沒有一樣? 5跟2最小公倍數? 10 所以說呢 這裡乘1幾? 2 這裡乘1 5 我剛剛是你前面做標準 乘1 5要寫前面還是後面? 這裡要寫前面還是後面? 前面 所以這裡就寫多少? 2 這裡就寫2 這裡就寫多少? 5 那這裡有幾個萌? 2個萌 2個萌 所以這裡就跟著寫 2個萌 這裡有幾個碳? 4個碳 是不是寫4個碳 這樣是不是好了 再來第三步 用 用 用 或者是 O 如果說酸性環境 當然就是用 H症 減性環境中 當然就是用 OH OH 後面的 後面的 下面都是 H症 來 用H症或OH負 來 平衡 什麼? 平衡 電特 好 來 記住一句話 來 先把H症遮起來 不要看它 H症遮起來 不要看它 加血龍嗎? 先把它遮起來 左邊有幾個固定 左邊是-12 右邊呢 正次 -12怎麼變正次? -16 -12怎麼變正次? 加16 所以說這裡就寫16 8 8 第四個 用 用水 來平衡 來 用水來平衡 來 什麼素呢? 氫素跟什麼素? 氧素 來平衡 氫素跟氧素 好 氫素及氧素 來 左邊有幾個氫 16個 右邊這裡就要 18個水 驗算看看 這裡有幾個氧 哈囉 8 8加20 28個氧 10 20 20加8 28個氧 你們看得好 就編好了 這就是氧化環有編法 這樣會了嗎? 嘿! 可以嗎? 好,我們下午再試試看 好,這樣可以 沒 promote 不怕 不想吃 不知道 不想吃 因為 感谢观看